大家好,歡迎來到這集的曼聯新聞 一分鐘,這集節目就是要感謝卡雲尼 卡雲尼有個好介紹,他在烏拉圭國家隊的隊友 Nikolas Delacruz,這個中場球員好東西 他說不如曼聯也想想他吧 首先,要感謝Philip在六月報料區補這宗資料 還有另外一宗,也會提到六月報料區 Gary說維拉有興趣,我們借道安沙比 基本上,六月報料區的帖文我已經回應了 相關的片段也回應給各位朋友 稍後我就會開一個七月的報料區 大家記得好好運用我們的報料區 讓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曼聯的資訊 以及最重要是什麼呢 大家一起討論曼聯的事 好了,說回這一宗 卡雲尼的好介紹 我已經看了幾個媒體了 Philip也報了Teamtalk那裏 但是 萬劍歸宗 其實消息來源就是TNT Sports 就是一個阿根廷的媒體 關於傳聞 所以我就跟大家看看 這個 傳聞是怎樣 由於阿根廷的文章 我不認識的 當然要拜託Google大臣幫忙 我把整篇文章剪掉了 然後看看Google大臣怎麼說 他說曼聯想引入阿根廷的賀床 可能是200萬歐羅 購買 Leclus de la Cruz TNT的報導 其中一間球會對他有興趣 亦都說 這個傳聞市場 賀床可能會失去幾個球員 第一個可能是Raphael 他英文的名字 就是Raphael Santobori 這位球員的可能就會離開 另外 TNT Sports的記者 塞巴斯提案 斯魯爾 即是什麼呢 即是 這個 Sebastian 這位TNT的記者就說 接下來幾天 無論是Forentina或者曼聯這兩間歐洲球會 都可能 向烏拉圭的球員 Nikolas de la Cruz 提出價錢 現在仍在美洲國家盃 踢中 美洲盃 但暫時未有任何官方證實 當然 如果官方證實了就官宣 歐洲球會 可能需要花費 1600-2000歐羅 賀床就很大機會 賣走他 另外 亦都和大家看看 很簡單看看 Nikolas de la Cruz的基本資料 2014歲的球員 烏拉圭的 1米67 主要是踢宮中的 他的合約是2022年 即是明年 還有一年合約 所以 在轉移市場 他的薪格 大約1800萬歐羅 在報道上 都是用回相關的資訊 估計 美洲盃踢了4場 未有入球 好像剛才所說 他和 卡雲尼 是 美洲盃的拍檔 卡雲尼在報道裏 都說他是一個很好的球員 踢中 攻中 也是那句 我們最不缺人就是攻中 會不會 做攻中大話 改做防中 還是怎樣 就沒人知道 因為之前 為大家介紹過 也有一個傳聞的 金馬雲家 說是踢Box to Box 不過有朋友就說 他的身形上 好像比較 瘦削 我暫時看這位 Nicolas Delacruz 假設改造他的防中 他也是 比較瘦一點 所以 可能有機會 大家自己去評估 另外 看看 他的轉匯的情況是怎樣 國家隊一直都是踢烏拉圭 沒有了 沒有他轉匯的東西看 我只是說國家隊 不過另外 我納過他在 原來他踢過利物浦 不過就是 烏拉圭的利物浦 不是英格蘭的利物浦 然後就轉了去河創 所以他的 轉匯的歷史 都是簡單的 相對來說 無論如何 我覺得 第一 攻中這個位置 不是那麼需要 第二 究竟 卡雲的介紹是怎樣 因為Philip自己也說 連阿洛夫也好像是 這筆希望的介紹 所以這個真的不知道怎樣 又是那句 套用之前 金馬雲家那件 的說法 可能來說 便宜的買回來 看看有沒有機會 購買到彩票 會不會購買到好東西 不過 南美球員 來歐洲 或者來英國 就比較麻煩 在簽證那方面 所以我就不知道 他 因為他也是24歲 就好一點 以及他已經是阿根廷角腳 應該就不是太大問題 所以呢 但是 就說回頭 他說錯了 他是烏拉圭角腳 他說錯了 他是阿根廷踢球 但是他烏拉圭角腳 就說真的 南美球員 真的用到的機會 用到的球員就不多 但是呢 如果千多萬歐羅 就買他回來 都可以撥一撥的 那一定是外借出去的 說真的 就算他真的 買到他回來 也是會外借出去的 既然倫廉那對他有興趣 可能就買了回來 然後外借出去給倫廉那 讓他慢慢飆了 其實去意大利踢都好 可以 讓他那個整體意識 可能建立多些 尤其是 如果他可以 做這個比較 做多一點防守方面 我覺得可能 還可以幫到手 這個就是我的意見 不過說真的 對這位球員的認識 真的不多 所以如果有哪位朋友 對這位球員有更多的認識 希望你們可以 和大家 分享一下 另外 跟大家講講 另外一位朋友 Garry 報料 講關於 維拉 和 Tonsibi 這件事 曼西斯文新聞 也有報導 他說 全文 現在都是全文 說真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Tonsibi 很想踢多正選的機會 在萬聯 未必有那麼多機會 所以 他可能 都想在外借 維拉 是一個好地方 我不知道大家 記不記得 其實 Tonsibi 回到萬聯 之前 是我借了 去維拉 亦 跟Tower Mink 兩個 幫了 維拉 升上英超 其實我當時來說 正正就是 希望Tonsibi 在維拉 踢到一拐 等他累積了英超的經驗 才回到萬聯 但當然 很可惜 萬聯又心急了一點 就找了他回來了 亦都導致他的上陣機會 的確是少 當然 大家很記得 據說他第一場 大家對他有 眼球的比賽 就是對PSC那場 打三中堅 相當濕成 但之後 亦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失誤 還有 掌陣的機會越來越少 其實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為甚麼 我想他在維拉借多個季 就是 一些年輕的防守球員 很多時候都會犯錯 我希望他在維拉 一路累積經驗之餘 就犯了那些低級錯 不在維拉受影響 就不在萬聯受影響 這就為之非常好 但很可惜 結果不是我的想法 萬聯 機會踢又不多 亦有一定程度的失誤 再加上他都蠻黑的 記不記得 經常都省中他入 所以現在有機會 傳聞說我們要加強中堅 所以 如果你問我 如果蘇斯卡特還是不用他的話 我真的寧願他外借 如果外借到維拉 絕對是一件好事 因為維拉 現在已經在英超站穩了陣腳 不過當然 他去到維拉 一定要有機會上陣 我才覺得是好事 希望看看 Dean Smith 是不是可以 給到一些承諾 川斯比 可以在維拉 又可以踢正選 起碼有幾個場 希望可以 如果不受傷成 我覺得對他的訓練更加好 當然 如果對於萬聯球迷來說 最完美的 就是 他在維拉 踢得很好 踢起了 一季之後 回來萬聯幫手 這樣就為之非常完美了 但是世事有沒有那麼理想 就真的不知道 最後想盡第一提 多安沙比 亦有個問題 他都幾多受傷 自從 成長了之後 上了一隊之後 維拉 或者踢萬聯 都幾多受傷 有什麼辦法可以做到這些事呢 這個亦都是 對於他的資料生涯繼續 如何延續下去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OK 所以這件事來說 我個人意見 當然第一 現在不就是真的 但是 如果是真的話 我自己 就不是太過反對 希望 希望他有好的發展 還有 踢起了之後 回來就最完美了 因為他在青年隊的時候 一直都是做隊長 以及獲得很多獎 真的表現得很好 希望他過渡到 上一隊的關卡 然後就成為萬聯 一個重要的中堅人士 希望就是這樣 OK 這次節目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